今朝有酒,今朝醉 罗尹是唐代著名的诗人 原名罗恒 勤奋好学 他读了很多圣人的书籍 一心向圣人学习 想要做一个报效国家的有用之才 罗尹小时候就很聪明 他的诗和文章都很出众 当时有很多人喜欢 他和同族另外两个有才的人 被合称三罗 唐朝末年 罗尹像很多人一样 希望通过科举考试 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只要科举考试成功 他就可以做官 然后为百姓做事 为国家出力 于是他满怀信心地 去参加科举考试 罗尹因为写诗 在当时很有名气 但是参加科举考试 却六次失败 这让他心里面很难过 也觉得很没有面子 他从此消沉 不再追求功力 大家都很疑惑 为什么罗尹的文采这么好 还考不住状元 原来是罗尹在考试试卷 答题的时候太直率 什么话都敢说 批判了很多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 让很多当官的人不喜欢 罗尹考试 罗尹在隐居的时候 一直消沉 经常喝酒 但是依旧会写一些诗 这些诗充满讽刺和悲伤 罗尹为自己感到被爱 觉得自己一身才华 却无处施展 罗尹一生写了许多诗 一首诗特别出名 诗中这样写道 这首诗表达了罗尹的悲伤和无奈 其中 今朝有酒 今朝醉 更是体现了罗尹的消沉 中华成语小课堂 今朝有酒 今朝醉 正读 今朝有酒 今朝醉 是意 形容浮朽没落的生活 和消极颓废的情绪 有时也形容某人 只顾眼前的享乐 出处 清 横定求 等 全唐诗 自浅 用法举例 有些人 只管今朝有酒 今朝醉 根本不知道 为未来打算 这是不对的 好 香 优宗 氏 优兵 作诀 优优 优优 优优